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同教育吉他弹唱入门基础课啊我是小柯老师 首先上课之前呢我们先进行一下课程这个线路的测试 如果可以听到老师的同学在弹幕里面抠一下老师的名字啊 老师是小柯老师可以吗 抠一下老师的名字让老师看到你们活跃起来啊 咱们上课一定要活跃起来 因为学音乐本来就是一个很轻松的感觉 所以说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太死 对 好的好的大家都抠了小柯老师的名字 那我们先上课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下啊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第一节课是没有听到的 然后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去看回放 然后还有呢课程中的作业呢 老师是给大家专门录制了标准的作业示范 也是可以让大家去下载观看的 所以说老师现在在这里教下大家啊 好了首先我们先打开这个我们大鹏教育的这个网站 打开了之后呢点击我的课程 点到这里的时候在这儿这个位置选中我们的吉他弹唱基础入门课 好吧选完了之后呢在这里看到了吧老师鼠标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直播回放的位置 一点呢点进去就是我们直播回放了就是第一节课的作业第一节课的回放 那第一节课的作业老师也给大家录制了素材的这个素材的这个位置点击一下下载 这里会跳出来百度云的这个链接 同学们点进去啊先复制密码 然后把它复制 然后点进去 在这个位置粘贴上密码 然后提取文件就可以看到了 这样就可以看到了 好吧 那记住啊是在素材这里是在素材这里那第二节课的作业呢老师在上上课之后就会上传上去同学们回去练习了之后有一个参照 好吧还有作业吗当然有作业了一定要有作业 不然的话同学们去练习的时候没有这个参照 没有参照的话会很迷茫对不对 好了那 老师刚讲的都明白了吧明白了同学扣一波明白让老师看到你们 看到你们聪明的双手举起来 对对对老师第一节课讲的时候呢 呃讲到了这个 同学们还没有吉他的这个问题啊 那需要去了解如何挑选吉他然后买多少钱的吉他合适 想了解这个方面的知识的同学呢下课之后 啊下课之后去看第一节课的回放老师这第一节课给大家讲过了 给大家已经讲过了 然后呢 其实前两节课的内容我们去讲的基础知识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不用着急啊现在去选购吉他也是来得及的 因为现在网购都很方便对不对 啊如果如果这个有这方面的 这个需要的话 啊 去赶紧去 提前订购 然后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学 学吉他了那当然现在手边有吉他的同学赶紧抱起来 抱起你的吉他跟老师一起弹 好一起学 那今天是第二节课第二节课的内容呢主题是 c调音阶的弹奏以及六线谱的任谱 啊以及六线谱的任谱 好 还是我们要定下一个规矩啊就是 上新课的 之前 一定要把旧的课程内容 进行一个复习 结合老师上节课讲过的知识 好吧 很多同学说让老师开麦OK 不是让老师开摄像头OK 我们复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第1条同学们先看 第1条是632153214321 啊 这个练习是我们右手的专门的练习好了镜头给到老师 我们怎么去做啊 怎么去做 首先呢 6321指的是我们分别去弹吉他的6弦3弦2弦1弦 6弦3弦2弦1弦 那右手呢 之前上节课也讲到过 6543根琴弦是用大拇指来拨 大拇指来弹拨 那十指负责三弦 中指负责二弦 五名指负责一弦 啊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弹一下 632153214321 这样的一个练习 首先跟老师一起啊 跟老师一起来做 准备 我们弹一下 6321 6321 然后再弹5321 5321 弹完之后再弹4321 注意啊 这里的数字是指我们弦的数字 琴弦呢 怎么去看老师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 就是 离我们下巴最近的这根琴弦 也是这六根琴弦中最粗的琴弦 他最粗 他的号码也越大 他就是六弦 那一次往下 离我们大腿位置 最近的这根琴弦 那也是最细的一个琴弦 他就是一弦 然后一次去数 数数 很简单啊 654321 懂了吧 那我们来弹 6321 然后5321 5321 然后再弹 4321 4321 注意弹的时候呢 老师之前第一节课讲过的这个 右手的标准的操作一定要去反复的练习啊 要去注意 不能瞎练对不对 老师第一节课也讲过 不能瞎练啊 要按照老师讲的规范走 好了那第2条练习 细心的同学 可以发现啊 5321 其实他有重复 5321后面加上一个23 就变成了第2条练习 对不对 可以看出来吧 那我们谈一下532123 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先谈5321 然后加一个23 好吧 来 镜头回到老师 然后同样我们来弹 5弦 3弦 2弦 1弦 5321弹完了之后再回来 2弦 3弦 2 5 3 2 1 2 3 是不是 5 3 2 1 2 3 OK 这个532123的这个练习呢 我们就进行结束了 那第3个就是我们两只老虎这首歌非常简单啊 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的弹奏啊的弹唱 弹唱的记住我们右手的位置 哎还有很多同学在抠啊说我的吉他在路上吉他不在跟前回家好练不着急先跟着老师的课程走啊 然后后面还可以看回放对不对 看回放再去拿起吉他跟老师的这个讲述去练习就OK了 咱们把直播的课程里面的内容先给他吸收掉好吧 那一左手我们需要去按的位置呢上节课根据上节课讲的啊 第一个五名指去按五弦三品 中指去按四弦二品十指按二弦一品啊那这其实是左手已经构成了一个和弦了后面是什么和弦老师在之后的课程会给大家讲 那怎么弹一直右手是重复五三二一左手不变啊按着不变然后弹两只老虎很简单弹一根弦唱一个字就好 五三二一重复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没有眼睛 一直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大家不要嫌这首歌简单啊一定要去练因为我们所有的任何东西的学习都是由简 到复杂的过程简单的东西一定要 找我好啊一定要找我好 对是c和弦唱的对有同学有点基础了啊很棒很棒 之前肯定是学过的 这个要拿拿拿拿扫把先练琴的同学真的是非常棒 你记得要把扫把的毛都把拔掉 只剩下六六个 扫帚上的毛弹 来来模仿咱们其他的六根琴弦 好吧 那复习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啊 今天的课程 首先今天的课程第1是我们要去学习 c调的音阶 c调音阶第2个要学习六线谱 认谱 六线谱是什么 六线谱就是为咱们吉他量身打造的一个谱子 他只适用于吉他 尤其仅有吉他可以用他 好那第3个就是去弹我们小星星的独奏曲 有同学在弹幕里口说要不要把支架剪掉右手的支架需要剪一些对 左手的左右手的支架都需要去剪一些但不用剪的太短 好吧 好那本节内容呢 先来学习第1个 就是 我们的英明唱名还有简谱的一对应关系 那同学们看到这个可能会有点闷 没事不用着急 来老师给大家一个详细的解释 首先简谱的一 简谱一般称作简谱就是数字简谱 数字简谱可以 动唱名法为基础 因为这里是概念不懂没有关系啊 但是概念一定要听 因为你知道了之后再回来看概念你就知道概念讲的是非常清晰的 那用1234567呢 表示读音分辨为道 雷米发搜拉西 啊这几个英 那英文字母的是由cbfgb来表示 他们都是一对应的 那怎么对应的关系呢 看老师的这张图 啊看到这张图中的很明显 他数项的对应的关系就是他们向数项的这个对应位置就是他们对应的关系 这个可以理解吧同学们 那 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 最熟悉的其实是唱名 对不对 大家生活中 就很很经常会听到 对吧 很经常听到 那么 那么其实我们 Doremi发搜拉西刀在简谱里面表示的方法就是1234567 这个是很简单的 啊这个大家甚至都不用去记 Doremi发搜拉西就是1234567 需要大家去记的位置呢是他的英明 啊英明就是用字母来表示他 其实他们三个就比如说老师现在又这个红线圈出来的这一块呢 他们表示的东西都是一样要都是表示都这个音 啊 上面的英明是什么上面的英明就是 相当于你叫张三那你的英文名字叫三 啊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平时那简谱其实就是张三的意思 那唱名呢就是 呃 家长经常叫你的比如说你的父亲经常叫你叫三 对吧那唱名其实就是个三 那英明就是你的英文名字 啊就说李四怎么老是举个例子你们理解了就好啊 那这个同学们需要去截图 好吧来把这张图解下来 简安同学扣一下一 啊这个解下来的用处的就是大家要 这个经常去 经常去看把他的对应关系找到那你看到一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就是密 密呢 就是在 简谱里面用三来表示 所以说这一六一六的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些红线圈起来的这一个数行内的东西 要一对应千万不要错啊千万不要错 好吧 那这个看完了之后我们来看 C调音阶 C调音阶是什么呢 也就是 老师现在要给大家弹的啊 注意听一下 听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C调音阶 那老师现在图中展示的呢就是将我们的吉他呀 这张图怎么看同学们 老师教大家啊怎么看 这个图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肯定不知道怎么去将他和吉他这个品位 对这个位置去对应上不用着急把你的吉他横着放在自己的腿上看着 图上面的 这个 表示的点和吉他这个视角去看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啊你们可以试试看手边有吉他的同学可以试试看 那老师这里也标了一弦啊 在最上面六弦在最下面 那镜头同样回到老师把吉他横着放在自己的腿上 然后这么去看你的最上面是不是就是最靠上面的是不是就是一弦 最靠下面的最靠近自己的就是六弦 然后跟这个图上是一对应的关系 哎我们继续看图 这个同学们要记住啊 如何去找到对应的 看他的方法 这是很重要的 其次刚才让同学们去记的 dore mi fa sol la si 看 dore mi fa sol la si dore mi fa sol la si do 哎这个刀有不一样啊 这个刀跟这个刀有什么区别 同学们观察一下 这两个老师红圈圈起来的地方有什么区别 快速回答 细心的同学们发现了吗 ok 我们小石头同学啊小石头同学 非常棒 这个一语道破天机 非常棒啊 肯定是之前有一些基础的 这个刀上面有一个点 看到了吧 就正硬正明他是高音的刀 低音刀跟高音刀有什么区别老师给大家弹一下 对不对 一个高一个低很明显可以听出来 那高音的刀不能跟低音刀写的完全一样就在他的上面多加了一个点啊 这个许方便大家去辩析 好了那我们来看 c 调音阶应该怎么弹 这个刀写在了哪个位置 同学们知道吗 几弦几品 同学们赶紧看 几弦几品 这里是一品 这里是二品 这里是三品 我们就像看数学中的 xy轴一样去看 很容易就能找得到 几弦几品这个刀写在几弦几品上 左边对应 五弦 这边对应三品 对小石头同学 非常棒啊 五弦三品 五弦三品 非常棒 那五弦三品在吉他上去找到他 并且右手弹相应的琴弦就可以了 五弦三品 找一下 我们先找三品 123 对吧 这里 然后五名指 去按住他 老师上节课讲过啊 在这里 啰嗦一遍 一品的位置 咱们尽量都用 这个左手的食指 去负责按 一品的这六根弦 六根弦的一品位置 都用食指按 六根弦的二品位置 都用中指按 六根弦的三品位置 都用五名指去按 然后四品的同样是小木指去按 那当然这个不是规定死的 这个是大家先去 这个了解的一个 基本状况 基本状况 好了那这个刀五弦三品怎么 在哪个位置 五弦三品 无名指去找镜头同样回到老师 带大家 走一遍啊 先找品一二三三品对不对 然后 从下往上 从细道出一二三四五 五名指去按住他 然后按住的是五弦 我们大拇指就弹五弦 这个刀 这个刀就弹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刀就弹出来了 那接着往下 那接着往下走 在哪里 在哪里 写在了这儿 这是什么意思啊 直接写在了琴头上面 这什么意思啊 写在这儿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是我们四弦空弦弹 就直接出来的就是 re的音 不用去 左手不用去按 直接弹四弦 就是re的音 我们来试试看 看老师讲的有没有错啊 do 就是刚才的do 然后呢 四弦我们左手不去按它 右手弹一个 re 没有错 对不对 do re do re do re 对 没有品 对对对 同学们讲的非常对啊 无品就是没有的意思 对 很棒 然后同样 这个刚才的大概讲了就是讲给大家方法之后这个同学们去 根据自己的思考去找一下他是几仙几品 对没有快速回答 老师在这里再给大家标上这个品啊 几仙几品这个咪 二四 二四是对 但是小时候同学打的是完完整的啊 四弦二品 四弦二品同学们千万不要去这个记二和四这个数字啊 他们 分别代表的是弦还是品千万不能记错 四弦二品对 谢老板 同学打的也是对的啊 四弦二品 好了 明确了位置 我们去找四弦二品用哪个手指弹 再考考大家 四弦二品用哪个手指弹 左手用哪个手指去按他 右手用哪个手指弹 好了给大家接个密啊 这个有点复杂了 四弦二品 我们先去按住左手 四弦二品中指 二品中指按啊 一二三四 找到四弦二品中指去按住他了之后 右手弹四弦的是哪根手指 大拇指 我们的大拇歌 注意啊 弹一下四 对 谢老板同学打的是对的啊 中指 左手是中指按 右手是大拇指弹 好了 咪和发位置很近 发现了吗 咪和发位置很近 往上挪一个品就行了 往上挪一个品 那这里是中指按 这个发是哪个手指 无名指 在中指的位置上 同学们看老师的手 往上加一个品 无名指去按住他 就是 发发发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弹了四个啊 弹了四个音了 同学们去记的时候 怎么记啊 你记这个哪个音是几弦几品的 其实这样记起来不是最快的 你们要弹熟了之后 直接记住手指按的位置 以及右手弹的琴弹 很快 不断的这么去练 练成了一个到什么程度 你的大拇指 你的大拇指放到了五弦三平这个位置 你都不知道它是五弦三平 你就知道它是都了 我们要这个 我们直接追求结果 学习吉他的过程 就是直接追求结果 中间的东西 你怎么去处理 老师都不管你 使用自己的方法 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只要去记住 这个位置是Do 就OK Do 好了 刚才讲完方法了之后呢 这个Do Re Mi Fa Sol La Si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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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音呢 需要同学们现在截图 截图了之后 下课了 自己要去弹起来了 老师先给大家示范一下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其实无非就用到了 左手的这三根手指 和右手的这三根手指 就他们六个的关系 就他们的六个的关系 很容易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那这里弹音阶的过程中 同学们需要去注意 右手有他每个手指负责的琴弦 千万别弹错了 很多同学弹弹弹多了以后呢 左手弹的是没问题了 但是右手他纯用大拇指去弹 弹到二三弦不是大拇指的为不是大拇指负责的琴弦 他也用大拇指弹这是错误的啊 这一定是错误的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有同学说想学有何不可 对 这些你们想学的歌曲在看完老师的十七课程全部学完之后 你们都可以弹得会 给你一个吉他谱 你看着上面的和弦 右手的分解 怎么弹 你都可以弹得会 有没有这么神奇 跟着老师走啊 老师第一节课讲过 大部分的流行音乐 你们日常生活中听到的歌曲啊 在我们十节课走完之后 你如果掌握了这十节课全部的知识 你是完全可以掌握的 想听老师谈 放心老师给大家已经准备了礼物了啊 结束 课程结束了之后 老师会给大家谈的啊 叫课程快结尾的位置 会给大家谈 好了 这张图截图赶紧截图 都是咱们知识点啊 画重点了 快 截图截图 完成的同学扣一波一 老师讲下一个内容了 结了 OK 我们往下走了啊 往下走 C调音阶学完了之后 我们来认识吉他谱 也就是我们的六弦谱 那看好了 老师在这里 给大家有提示 最下面的是六弦 最上面的是一弦 同学们还看不太清楚 老师在这里 还是有点闷的话 老师在这里给大家写上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懂了吧 最下面的是六弦 其实跟我们这张图是一样的 其实跟我们这张图是一样的 最下面是六弦 最上面是一弦 看六弦谱的时候 同样采用的方法 吉他放平 放在腿上 最上面一弦 最下面六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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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六弦谱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肯定会问到 对不对 这里 标的这个三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看他是几弦 这个圈起来的三 他在几弦上面 同学们 踊跃回答 别怕错啊 咱们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千万别怕错 大胆去谈 不不不 同学们没有听懂老师的意思 回答是咪 OK OK 底下同学答对了啊 单纯的小朋友同学 你要看一下其他同学的答案 老师刚问的是几弦啊 这上面三这个数字写的是写在了五弦上面 对吧 那三数字三写在五弦上面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五弦三品 左手按住 这个谱子就看明白了 这个三 往下我们走 就是五弦 老师拿鼠标写字 确实有点难看 同学们多担待啊 五弦三品 这个能懂吗 刚才有同学问吉他难吗 看完老师十节课 你都可以谈基本上 大部分的流行歌曲了 C调的 你说难不难 很简单的啊 五弦三品 懂了吧 OK 那我们看下一个 来 这里数字零出来了 零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大胆猜 大胆猜 猜错了 不怕 零是什么意思 零是什么意思 快点回答哟 第一个答对的机会会被别人抢走了 没有品 OK 谢老板 非常棒 今天听得非常认真啊 零就是没有品 但是他写在了几弦上 写在了二弦上 对 刚才我的萌板在哪里 同学空弦是我们对于零数字零这个标准的称呼叫做空弦 同学们去记住啊 空弦 空弦音 那这个零 这个空弦是指哪根弦的空弦 他写在哪根弦上 同学们快 写在了哪根弦上 让我们开动脑筋 打到了可可 快点 二弦 OK 非常棒 看今天有没有同学能能超过谢老板啊 谢老板 太太狠了 太棒了 两二弦 二弦的灵品 就是我们的空弦啊 空弦太麻烦了 老师拿鼠标写不出来了 二弦空弦 好了 这里大家已经基本上掌握了 来 老师现在圈的数字直接回答答案 直接回答答案 几弦 几品 几弦几品 三 二 一 公布正确答案 同学们一点慢啊 三弦八品 三弦八品 对 三弦八品 OK 在这里 几弦 四弦 十四品 对不对 四弦十四品 现在红圈里面是四弦十四品 啊 他写在几弦上就是几弦 好了 现在的红圈里面 什么 一弦七品 对不对 一弦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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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这里六 是什么 几弦 六弦六品啊 这里就是六弦六品 很容易对不对 六弦六品 有同学说十四品在哪 镜头回到老师看看 网上数嘛 老师上节课教给大家作弊的小方法了 看到这两个点 他们就代表 看到吗 上面有两个点 看到这两个点代表十二品 十三十四 就这 老师手指覆盖的这个品 就是十四品 就在这 刚才说的是 四弦十四品 我们找到四弦十四品 按住他 OK 完成 是不是很简单 那这里是刚才说的 我们六弦六品 对不对 很多人都已经答出来了 好了 这里重点内容出来了 两个数项写在一起的位置 我们怎么去看它呢 先分开看 先分开看 三 数字三写在是五弦三品 对不对 那数字一是二弦一品 对不对 二弦一品 对 有同学答到了 这个答出来了 非常棒 那就是同时谈 那这两个位置呢 也需要左手去同时按住 五弦三品 二弦一品 镜头回到老师看 老师的手 五弦三品 二弦一品 同样三品的位置都无名指负责 一品的位置都是十指负责 看到了吧 老师尽量把中指往下挪 让同学们看得清楚 五弦三品 二弦一品 然后右手 五弦是大拇指负责 二弦是中指负责 然后将它同时弹响 是一个双音 这叫一个双音 就是两个音一起弹 叫双音 这种情况是一定出现在 两个数字 数项对齐同时出现的情况下 两个数字 数项对齐同时出现的情况下 好了 明白了吧 那我们依次来弹一下吧 同学们 依次来弹一下这些音都在哪里啊 弹起来都是什么感觉 好了 看老师的 首先 第一个 刚才我们谱子中写的是什么 五弦三品 熟不熟悉 这个是什么音 刚才我们弹过音阶 这是什么音 对吗 那好了 这边二弦的空弦中指弹 也是我们音阶中的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八数字八写在了三弦上 就是三弦八品 我们先数啊 三五七八 三弦八品 按住三弦 三弦八品 然后下一个是四弦的十四品 先找十四品啊 看到这两个点了吗 两个点同时出现的品 就是十二品 上节课有讲过啊 不知道的同学 直播了直播课结束之后 回去回看 十二品 十三品 十四品 十四品的四弦按住弹 就出来了 好了 刚才图中还显示的是一弦七品 看 三五七 按住一弦 一弦七品 对不对 好了 那再下面是六弦六品 六弦六品 三一品三品五品六品六品六品的六弦按住 咚咚咚 想看老师如何快速滑平快速换平 那如果说你想很快的话 就是这边按完就按这 如果想把它滑过来 就是 这个是很疼的啊 同学们 初学刚开始练的同学 千万别尝试这个技巧 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技巧 这叫滑弦 大概这样 手指会被琴珍破吗 如果说没有特别 就是手指上没有磨出来特别老简的话 可能会 撑破的 真的是这样啊 可能会 所有的同学们先把基础知识练好了之后 我们再去啊 我们再去这个 再去滑弦 这是比较高阶的技巧 好吧 好了 那这张图同样结下来 同学们下课了之后 可以去按照这张图上面去练习 好吧 来同学们快截图 几样的同学 扣一下一 老师再给大家发一个小福利 告诉大家 这个滑弦在哪里可以快速换品 在哪里可以用得到 有一首特别特别特别有名的歌曲啊 就用了这个滑弦的技巧 好了 大家都都都完事了 是吧 完事了 老师给大家谈一下 这首歌大家一定听过 这首歌听过吗 什么歌 什么歌 熟悉吗 爱的罗曼时 对吧 这首歌就用到了这个技巧 好了 那我们这个学完了之后 同学们也结完图了 后面要去好好练习啊 那我们来看 重点内容来了 小行星这首歌如何去弹 小行星这首歌如何去弹 我们先来看 现在展现出来的 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什么 是简朴 对不对 数字代表的是简朴 数字代表简朴 那我们去唱的时候怎么唱呢 我们先听一下刀 唱的时候 唱的时候我们小行星大家都会唱 但是我们要找到这个节拍 这里是一个修指符 这里我们就唱作空 唱作空 summer 是 好 现在是 这是 1 咪咪蕾蕾到空,很多同学感兴趣,空是干啥的,对 大概的这个意思呢,我们讲的专业啊,讲吉他专业知识呢,就是将这个 我们的节拍给他放满了啊,你看这里每个小节都是,你看一格一格的,我们把它叫做小节啊,每个小节里面都是 四个,那就他这到三个了,怎么办,找个休止符给他填上 啊,那讲了,我们讲他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 断句啊,有点断句的意思,停一拍的意思,对吧,他停下来,你唱,道道,嗓嗓,啦,啦,嗓,发,发,咪,咪,咪,瑞,瑞,道,嗓,嗓,发,咪,咪,瑞,嗓,嗓,发,咪,瑞,嗓,嗓,发,中间就感觉,像我们平时说话没换,没换气的感觉,没吸气的感觉,对不对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作用,哎,道道,嗓,嗓,啦,啦,嗓,发,发,哎,给你一个吸气的这样一个余地,那 别人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哎,挺顺畅的,对不对 好了,那这里 跟老师一起来唱一遍,跟老师一起来唱一遍,注意啊,我们唱的时候跟老师一起拍手 道道道,嗓,嗓,嗓,啦,啦,嗓,空,发,发,咪,咪,瑞,瑞,道,空,嗓,嗓,发,发,咪,咪,瑞,瑞,空,这个空的时候呢,也要拍手 啊,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来唱 举起你们的双手,跟老师一起来唱一遍,啊,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个乐谱,尤其是简谱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同学打一个OK,我们开始学习唱谱了 啊,唱谱是我们吉他弹,吉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吧 OK,OK,好的,那我们准备好了,跟老师一起唱啊,老师把谱子给大家展现出来 然后呢,将这个镜头放小一点,把老师自己放小点 变小,哎,放在这个位置,那这样同学们也可以看到谱 我也可以看到老师,好吧,那跟着老师一起来 OK,准备,来拍手 哒哒啦啦骚空 发发咪咪 来来到空 好了 那我们空拍也要有事有终 最后一个空 虽然说我们乐剧结束了 但是不能 不能偷 就是不能把它漏掉 好了 那我们来看 这个 哒哒哒啦啦骚 这些简谱在六线谱中是怎么展现的 就是老师现在 给大家看到的课件的这个位置 那同学们先来结张图 这个咱们今天 课程的作业要用得到 好吧 先来结张图 把它结下来 好 结完了之后 我们一个一个看 拿到吉他谱之前 老师要教给大家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叫什么 同学们一定要学会偷懒 一定要学会偷懒 为什么 因为我们学的时候 时间本来就有限 我干嘛不偷懒呢 能用更好的方法 我能动脑子的事 为什么非要让自己更累呢 支持老师的这个观念的同学 抠一下一 让老师看到聪明的双手 对不对 该偷懒的时候 咱们就要偷懒 老师教给大家 如何偷懒 如何很快的把这个搞定 我们先看谱子 看什么呢 看他有没有重复的地方 有没有重复的地方 老师现在给大家圈 大家去看啊 倒倒搔搔搔拉拉搔 注意看 倒倒搔搔搔拉拉搔 红框圈出来了 对不对 一遍 好了 哪还有一模一样的一遍 倒倒搔搔搔拉拉搔 是不是 这两个里面是不是一模一样 啊 好了 那我们再换这颜色 看看其他的 我们把这儿圈出来 发发咪咪 裂裂倒 好了 那再看这里 这个这个小 这两个小节在哪里出现过 发发咪咪 裂裂倒 又一模一样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再换个颜色 剩下的两个小节 骚骚发发咪咪 裂骚发发咪咪 其实 老师这么给 这么给大家一分析啊 你们发现了 这首歌 看似两行 其实几行 其实就一行 红色的一样 蓝色的一样 绿色的一样 只不过颠倒了个顺序 啊 穿上马甲就以为我不认识你了 是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同学们在看吉他谱的时候 一定要去 学会 啊 找这个 相同的地方 因为相同的地方 你就不用再去练他了呀 我掌握了 我干嘛要去练他 对不对 好了 那今天我们课程的重点 我们就讲一行 剩下的同学们 自己去把它拼起来 就完成了 OK吧 这点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 偷懒的小技巧 只讲一遍 好了 第一行我们来看 第一行 倒倒搜搜 是哪两个位置 需要去按 这儿 老师还是用红色圈吧 红色比较明显 写在几弦上 几弦三平 五弦三平 就是我们的刀 老朋友了 来同学们 跟老师一起动起来 注意小石头同学 是五弦三平 你看错了 然后剩下两个零 是写在了三弦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左手不用按直接食指去弹 左手不用按右手的食指直接去弹三弦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第一个小节来镜头回到老师 带大家弹一遍 其实很简单 只用无名指按住五弦三平 完事了 右手动就行了 弹两下 食指三弦 第一个小节结束 好了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小节 第二个小节 从我们要看变化 它一定是变化过来的 它是从三弦的空弦 变成了三弦的二平 那这里我们右手弹的时候 右手弹的时候 右手不用变位置 左手食指按 中指按下去 二平三弦的二平 是不是 其实就动了两根手指 就是这两根 左手的中指跟无名指 右手也只动了大拇指跟食指 再来一遍 按住五弦的三平 五弦三平 我们看看 单纯的小朋友同学打了一个 老师看看你这个写的对不对 三弦二平 三弦二平 三弦五平 记得这里要写三弦空弦 三弦空弦 不是不能写这个无 要写空弦 我们既然学就要学专业 OK吧 对 这个单纯的小朋友同学呢 写的就是我们第二行的内容 三弦二平 三弦二平 三弦空弦 好了 第一小节第二小节 我们连起来弹 好了 那同学们刚开始左右手配合的时候呢 尤其是现在左手和右手都要变化 允许同学们去干嘛呢 将头向前伸一下 这样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你可以看到这个手指弹琴弦的这个位置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怎么做 把琴这么斜过来弹 像老师现在这样 虽然说看得清楚了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一定要去注意 好吧 一定要注意 好了 前两个小节我们搞定 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四个小节 三四个小节 然后是发发唵唵唵唠唠 注意看发发唵唵唠唠唠 它分别是四弦三平 四弦二平 四弦空弦 然后再加一个包 包其实大家很熟悉了 五弦三平嘛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两小节里面 前六个音都是在一根琴弦上面 好了我们去找四弦三品四弦二品 我们左手先去按一按 四弦三品四弦二品四弦空弦五弦三品 对不对 四弦三品四弦三品四弦二品四弦二品四弦空弦四弦空弦 还有一个刀五弦三品 对单纯的小朋友同学打的是非常对的啊 非常正确 这个是没有问题 总算是领先了谢老板 好了那这个其实就是第二小节跟第三小节了 注意谈完之后呢要空 还有一个同学们发现了呢 二三小节的所有内容全是右手的一根手指去完成的 哪根手指 哪根手指同学们踊跃回答 哪根手指 都是我们的右手大拇指去弹的 对不对 右手他全都是四弦和五弦的音 弹四弦五弦全是我们大拇指 全是我们右手的啊 右手的 女朋友打了中指那是左手 好了那三四小节讲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 五六小节同样 五六小节啊 同学们看好了偷懒的小方法 不光要那么头还有一种方法 骚骚发发咪在哪里出现过 骚骚发发咪上个小节就出来了 我们这个小节再加两个三弦空弦这个小节又悬会了 是不是很简单 看绿线圈起来的位置我们上一个小节已经弹过了 Easy 加两个so 加两个三弦空弦音 然后弹的时候怎么弹 三弦空弦啊 so so fa fa mi mi re 空 so so fa fa mi mi re 对 其实我们快速学习吉他谱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偷懒的能力 核心思想就是找相同 哪个地方相同了我当然不练了 我都学会了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这边同学打的答案啊 三弦空弦三弦空弦 四弦三比四弦二比 四弦三比四弦三比 对 不是空瓶是空弦 对对对 ok 那五六小节大家明白了吧 五六小节其实就是在三四小节上面多加了两个so 听到这里都听懂的同学来给老师抠一下6 数字6 好了那同学们都考虑了老师给大家完整的弹一遍弹到后面了之后你们可以啊你们可以去这个弹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弹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连起来弹 道 道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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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老师在弹的时候都要把这个空给空出来 所以说同学们去弹的时候千万不要 就像老师刚才举的例子一样 就是 就是这种喘不上气的感觉 一定不能这样 我们弹出来的东西不光自己要弹着舒服 而且让别人听着也舒服 懂了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小星星的弹奏 这张图刚才都已经 这个 去 同学们都截图了 对不对 同学在弹幕里面问说 和弦板是不是不需要拨片 你要去弹和弦板的话 你看同学有基础啊 弹和弦的时候 一拨片其实一次 基本上只能触及到一根琴弦 所以说你想弹和弦板的话 你就得自己 你就得自己去这个用手指弹了 老师爬楼梯怎么爬 爬楼梯等会儿老师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练习啊 同学们 这个后面会给大家去讲 先别着急 这个是我们今天课程也会讲到的 好了 那这个其实 小星星呢 就是我们已经学习结束了 然后我们来课堂小结一下 今天我们掌握了什么 掌握了音名唱名啊 对不对 掌握了音名唱名 而且学会了唱出来弹 那第二个我们学习了吉他谱 也就是我们六线谱的韧谱学习 那第三个我们要弹奏啊 读奏曲目小星星 读奏曲目小星星啊 这是我们今天三个get到的东西啊 那内容我们已经把它吸收掉了 那同学们在之后的练习中也要按照这三大块去练习 好吧 那具体的老师都让大家已经截过图了 好了 接下来是老师给大家独家放送的一个福利 同学们想不想让自己的左手啊 你们经常看到了就是视频里面的吉他手弹琴的时候 反正换和弦 大概是这样 对不对 他们的左手是非常灵活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想让左手的这个更灵活 有一个练习 也就是刚才有依然是有这个基础的同学讲到的一个爬格子的练习 这里老师添加劲来让同学们去练习啊 我们爬格子的练习它其实很形象老师先给大家弹一点同学们去看一看啊 大概就这样 其实一平一平往上爬对不对 那弹下去了 那你的左手的每一根手指 它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轮轮换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练我们左手的每一根手指独立啊 独立运作的一个能力 那怎么去练啊 依次我们去弹 你看 左手按的是一弦一平二平三平四平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同学们先练的时候去练这个练习就是右手不弹 左手先按 这是让大家掌握一个什么能力呢 让你的这个手指精准的去找到这个瓶 你的手指会越来越流利 你看老师右手不弹 左手依然可以按出声音来 有很小的声音对不对 按到手指痛 对这是我们需要去练习的 好了 那这个练完了之后我们往上挪一瓶 一二三四啊 是这样的一瓶二瓶三瓶四瓶 然后二瓶三瓶四瓶五瓶 三四五六四五六七五六七八 六七八九七八九十 二七八九十八九十十一 九十十一十二啊 按到十二瓶也就是我们这有两个小小标记的这个瓶呢 就停止下来就行了 那同学们先练的时候练我们的左手 一二三四二三四五三四五六四五六七五六七八八九十十 就这样去练练练到什么练到你已经很熟练了 然后把右手加进来 右手弹的时候我们去轮指弹 这里注意是老师给大家布置的作用 这个专项练习 需要同学们去用食指和中指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去轮流播响一下 然后结合起来就是 就是这样了 那一开始同学们谈慢一些 谈到什么感觉 找到这个感觉 这个练习练习 这个练习 练琴的时候一定是 我们先看看刚才那个听懂了没 听懂我们同学扣下一 大家一定要回去练习 不懂的同学 回放老师的第二节课50分钟 第50分钟的时候开始回放 好吧 同样这节课再送给大家一个练琴的小技巧 练琴练的是什么 先考考同学们练琴练的是什么 讲讲看 大家的认知就是我们练琴练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锻炼的是哪里 你比如说我们去健身 我们练的是肌肉 对不对 我们去跑步练的是腿 我们举杠链练的是这个公二头肌 练的是什么 对快乐很重要 是这个意思啊 练的是有手速 同学们回答的这个各不相同 练什么 首先第一点练我们手部的肌肉 手指的肌肉 同学们别看手指这么细 他旁边有很多的细微的肌肉带 你去把它练熟了之后 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啊 左手还是右手 你练熟了之后 你的手指的肌肉群会非常强大 这样在你按琴弦的时候 你会发现没有原来那么累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练什么练这个手指的记忆能力 同学问了手指还有记忆能力 对手指有记忆能力 记忆什么 记忆每一根琴弦 每一个品位 它具体的一个位置 这个东西你不用去 这个东西 同学们不用去这个 专门去练 比如说我现在 十指要找到二弦一瓶 哇按上去 五弦四瓶 哇这样按上去 不用 你的手指在你练琴的时间长了之后 它自然就会具备这样的能力 潜移默化的 其次还有练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手指单独工作的能力 同学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检测 可以做到像老师这样吗 将你的大拇指 将你的小拇指 完全的 按下去 然后上面三个手指是平行的 不动 同学们可以做到老师这样吗 检测一下 可以做到同学扣一做不到同学扣二 不太行 有个同学就是小拇指下来了 这个无名指也会这样靠下来一点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练习了之后产生的一个效应 就是它每一个手指可以单独的动起来 小拇指有劲以后它就可以自主动 自主动了 这很重要 而且我们锻炼手部是锻炼手指的肌肉 那练琴练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就是练到一个什么时候就不能再练了呢 练到你的手指有酸痛感的时候千万不要再练了 如果再练下去 你的手指肌腱的位置会受伤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去保护自己 手指练的感觉有些酸痛了 立马停下来 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让手指也缓一缓 休息休息 OK 听到老师的这个了以后 听到老师这个概念了之后 get到的同学来打一波get 老师先扣一波 打一波get ok 按既然听懂了就完全按照这些去约束自己啊 练琴时间长当然好 但是呢不能过度练 好吧 回到我们的课程 这节课课堂小节是这样的 作业啊 将c调音阶这个 弹熟并且录制视频 让大家录制视频是什么 你录完了之后你自己看 然后把你的视频跟老师的标准作业进行对比 这样才可以找出自己的问题 啊第二个弹会小心心并且录制视频反馈 同样也是反馈给自己 根据老师的标准作业示范 还有自己这边的一个弹奏的录制的出来的视频 去搞定他 好吧 那这个很重要啊 同学们一定要拍下来才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 拍下来之后你是以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去看到自己弹琴 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问题 啊 这些问题都可以 都可以看得到 平时你可能看不到 那第一页作业要求啊 音阶弹奏时 左手要标准姿势按弦 不能出现折纸的情况 弹奏时呢 需要边弹边唱唱出所有弹音的唱名 是什么 同学们弹的时候就是弹听音阶 就是这样 啊就是这样 那第二个弹奏小心音的时候呢 保证在不卡壳的基础上 精准无误的弹每一个音速度不做要求啊 只要不出错即可 边弹边唱 同样边弹边唱 要唱出这个唱名 就比如说 你弹的再慢都无所谓 一定要注意我们 音是弹就是弹的准确的 好 同学们又在又在抠了吉他在学校吃灰呢 还没有吉他 不着急啊 想去挑选吉他想去买吉他的同学呢 去看老师的第一节课的这个视频回放啊 课程回放里面讲过教大家如何去挑那挑多少钱的合适 大概这样子啊 啊那这个吉他在身边的同学就赶紧去练啊 买吉他的同学呢买到了之后赶紧回看老师的视频 把这些没有练习的东西都抓紧捡起来练习 好吧那作业要求讲完了 同学们可以把作业要求结一下 结下图来了之后呢按照这个去要求自己 快来给大家5秒钟时间 5 4 3 2 1 OK 那最后呢 谢谢大家的这个 这节课的观看 最后再啰嗦大家一下 记得练琴 好吧 记得练琴 啊 一定要记得练琴 好了 那今天这节课就到此结束了 老师再关一下直播 然后重新再开直播啊 跟大家这个聊聊天 给大家解决一下这个大家的问题 好吧 肯定很多同学还有问题 老师结束一下课程 然后等会儿再开起同学们同样刷新一下见面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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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